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佩寧教數學 那我們要繼續來上有關這個 音速跟倍速的部分 因為短處法曲、公音速、公倍速 這種我們已經在國小練習過了 那大家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就是在國中呢 我們已經建立在你很熟悉短處法上面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之前上課 我總是一戰地強調要真的懂 因為每當課程進入到下一個章節 包括你國中畢業要去讀高中一樣 老師都會那個包括課綱的編定 都會建立在你們對於前一個章節 是真的了解的情況下 他再繼續往後走 甚至他是會設定你會熟練的情況下 因為老師自己很熟練 所以如果你以後看到這個 要取公音速、公倍速 還要慢慢的來想短處法 要取多少 是二還是三還是五 那不好意思 你一定會跟不上 我是說真的 因為老師就不認為 你應該要這樣子去進入下一章節 當然他假如有問題 他在學習的當下 他覺得他沒有辦法 這麼熟練或者是他有問題 他應該要馬上去問老師 而不是帶著一個沒有學懂 或者是內化很非常不足的這個情況 去進入到下一章節 所以我們國二介紹到這個 公音速、公倍速的時候 短處法本身已經不再是我們練習的重點了 所以我也不會留這種作業給你 那我們要來看的是 在你已經了解短處法之後 延伸出來的一些變化 一些角度 比如說你們可以把這題插在本子上 事實上我們講過的每一題都可以插在本子上 如果你要的話 那把這題插到我們的本子上 把中間的格子填起來 一路把A跟B算出來 我們來試試看 因為兩個數 他這樣應該是取最大公音數 兩個數的話 取公音數、公倍數就沒有太大的差別了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多好 二十六跟十四 然後再乘以二 二跟二十八 再乘以三 所以是一、五、六和這個 八十四 可以嗎? 所以A是一、五、六 B是八十四 就是這一題 那我們就倒回去走 就 作為一個你已經學會短處法之後的 進一步的這個範例 思考的範例 那接著我們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請做標準分解式 8470 如果你們需要已經叫標準分解式 你可以直接寫 那我們來很快速的介紹一下 標準分解式 才不會變成說我們都沒有教 上一次其實大概有提到 標準分解式就是要把它寫成一些直數的次方的相乘 比如說這個 這樣乘在一起 比如說這個8470 8470去猜 你看到84呢 能不能夠發現它其實是七的倍數呢 它是七然後十四 對不對 它是這個 七乘以十二 那所以呢 這個8470 你去除七 那我們零直接就拔掉了 所以它是七乘以一 二一乘以十 一二一呢 它其實是十一的平方 那所以呢 8470的話它是這個 二乘以五 乘以七 乘以十一的平方 我們這個直數的底數 從小到大 如果沒有那個直數的當因數 比如說三就沒有了 就不寫它 所以就是二的一次 五的一次 七的一次 和十一的平方 這個是直因數分解 四上學校會教 所以 大家在學校再來練習 好 那我們在這個國中 我剛有提到 包括短處法 包括直因數分解 其實都不是 學習的核心了 那 因為雖然國小沒有特別要求寫直因數分解 有了沒有 那但是其實大致上 你應該也寫過很多次分解式 所以 這個學習應該不難 所以我們其實在國中 主要要學的是 透過標準分解式 來取得 最大公一數和最小公倍數 來看這個 把144拆成標準分解式 那144是十二乘以十二 十二平方 十二是三乘以四 所以它是三平方 然後四平方 所以 四平方 因為四不是直數 所以你要寫 四平方是二的四次乘以三平方 這樣 這個是144 四平方是二的四次 再來 180的話 是十八乘以十 十八的部分是二乘九 十的部分是二乘五 所以它是二的平方乘以三的平方乘以五 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最大公因數會是多少 所謂最大公因數呢 就是這個數字是他們的公因數 所以它一定是他們兩個都有這個因數 在你短除法的過程中 你不斷的把他們的因數取出來 最後成起來就是最大公因數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我不寫短除法 可是我們腦袋裡想有一個短除法 是取這個144跟180 首先你可以提二 對不對 那幹嘛要這麼老實呢 其實我們未來 就算真的要去開短除法 並沒有規定短除法的邊邊 就只能寫直數 沒有 那你既然都已經看到我二平方了 你有二的四次 所以代表我們至少可以提二平方 對吧 對吧 那幹嘛那麼老實呢 你都看到你有三平方 我有三平方 那我們來提一個 二平方三平方 那是多少 就是6636 所以呢 144跟180 我們已經直因數分解完了 那我不如一步就把它提光 對不對 提一個什麼 二平方 我有你也有啊 三平方 我有你也有啊 對不對 三平方 這個就36 提完呢 那剩下什麼 你除掉二平方三平方 所以你應該是還有一個二平方 那你除掉二平方三平方剩五 所以這個最小 最大公英數就是 二平方乘以三平方 我們都寫標準分解式就好了 那最小公倍數咧 應該是二平方三平方乘以 所以二平方再乘以五 那不然你剛才沒有留意老師 所用的這個詞 我所採用的詞 就是 關係到我們思考的重點 什麼 最大公英數就是 公英數就是 我有你也有嘛 所以最大公英數就是 把我有你也有的東西 收集起來 所以在標準分解式裡面 把我有你也有的東西 收集起來 那代表的就是 我們要去抓這個 我們共同有的這個底數 裡面最小次 你有四次 可是我們不能抓四次 為什麼 因為我只有兩次而已 那所以要 我有你也有嘛 所以我們都有這個底數 然後去抓最小次是二 我們都有這個 你沒有所以就不能要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最大公英數 我有你也有的 然後它會是我們共同有這個底數 裡面的最小次 然後把它撐起來 那最小公倍數呢 最小公倍數是 我有的或你有的 因為你看 我把最大公英數取完了之後 還有還剩下一些 這個二平方是什麼 假如說這個 144就是我啦 180就是你嘛 這個二平方就是 我有你沒有 這個5就是 你有我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三十六 這二平方三平方 是我有你也有嘛 所以呢 最大公英數就是 我有你也有 最小公倍數就是 我有你也有要去乘上 我有你沒有 乘上你有我沒有 那其實不用講這麼饒舌 一句話解決 就是 我有或你有的 都要乘 對不對 所以是 我有的 你有的 都要乘 那我們兩個都有的 只要算一次而已 所以我只要去捕捉這個 次方最大的這個 算一次就好 所以呢 你會注意 他的這個 這裡 我們把他真的換成 值一數分解 因為這兩個都是四 這兩個都是 二的這個次方 所以他是二的四次乘以 三的二次乘以五 那這樣子的話 你會發現 在二的這邊 他就是抓最大的四次 三的這邊就是抓最大的兩次 或這個也是兩次 五的這邊抓最大的是一次 所以呢 我再說一次 這句話記住 這個 最大公因數就是 我有你也有的 那最小公倍數就是 我有或你有的 都要收 所以就是抓這個 我們都有 我們其中有一個人 有這個底數 而且要抓最大次 收起來就是 乘起來就是 最小公倍數 那來練習下面這個範例 A呢 我們也不用管他 乘起來是多少 看就好了 A是二平方乘三四次乘五平方 B是二三方乘五三次乘七 可以嗎 求最大公因數 來跟我想 我要 最大公因數要找 我有你也有的 要找我們都有這個底數 的話 要去抓他的最小次 所以 二 有 要抓 兩次的 三呢 欸 三上面有下面沒有 所以 不能要喔 五呢 兩個都有 所以 要找最小的 兩次的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 A有這個 二兩次 五兩次 B也有這個 二兩次 五兩次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他們就再也沒有共同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 A跟B就是他們的最大公因數 不是A跟B 就是這個 五平方乘二平方 是他們的最大公因數 100啦 再來看這邊 那如果取最小公倍數 要取你有的 或我有的 也就是說 我們兩個只要有一個 有這個 底數 就要收 而且要收最大次 所以 二的這個部分 要收 三次的 三的這個部分 雖然你沒有 可是我有 所以就要有 四次 五的這個部分 都有 我要取最大的 五的三次 乘上 我有七 就要取七 所以 這個 二三次 三四次 五三次 乘以七 這個就是最小公倍數 我們 同樣的 來這個 示範一下 這裡 這個數字 A 它是 二平方乘以 三四次 乘以五平方 B是 二三次 乘以五 三次 乘以七 那我剛剛就講了 我既然一眼就看出來 你們都有二平方 也有一個五平方 就直接抽 二平方乘五平方 所以它把二平方五平方都除掉 它剩下三四次 它把二平方五平方除掉 它剩下二乘以五乘以七 可以嗎 所以你看 最大公平數就是它 因為它們兩個現在負值了 它只剩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 四個三乘在一起 它剩下二五七 負值 那所以這個就是最大公平數 對不對 那最小公倍數是什麼 二的平方還要乘這個 所以是二的三方 對不對 三的四次 五的平方還要乘這個 所以是五的三方 七 所以就這樣 好 我再整理一次喔 最大公平數就是我有你也有的 所以是我們兩個 都要有這個底數 然後抓次數最小的 那最小公倍數是我有或你有的 都要算 所以是我們兩個 只要有一個人有這個底數 而且要抓次數最大的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下 這個一些生活小常識 有的時候學生的這個生活常識 非常的稀奇古怪 因為他們聽到資訊的來源 都不太正確 尤其有的時候都 只記得自己想要記得的事情 比如說什麼呢 我有一個學生他跟我說 他不想要把課本帶去學校 因為他希望長高 他講他的方式很好玩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目前的研究 我說真的 並沒有顯示背書包會變害 那怎麼樣的情況下會影響身高呢 第一個 已經有研究證實 睡眠不足會長不高 因為睡覺的時間是發育的時間 那個身體在發育複製的時間 睡眠不足會長不高 那但是那是不是代表說 所以我就一直睡就會長高 沒有 你只要睡眠充足就會長高 睡眠充足的話呢 一般來說 嬰幼兒 不是嬰幼兒 很小的小孩子 我們會說八小時 那國中生可能不見得要有這麼多 不一定 通常我們會把那個睡眠週期 根據研究人的睡眠週期大概是三小時左右 那我們事實上通常不會真的睡三小時 但是你通常都會睡到六小時左右 是一個睡眠週期 你如果在睡眠週期結束的那段期間醒來 你就會覺得比較有精神 你如果睡到睡眠週期的中間 然後因為某個原因就醒來了 你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有的時候人會有一種越睡越不舒服的感覺 就是你睡到超過六小時 不見得六小時剛好 每個人睡眠週期不一樣 但是大概在這個前後 那你睡過了兩個睡眠週期之後再繼續睡 那你有可能就會在中間醒來 因為比如說太陽太大 或者是外面有人在活動了 那那個時候你就會覺得很難過 那通常睡到 所以我們一般說充足的睡眠是六到八小時 那看每個人的需求 不一定 就是睡到自然醒 就是睡到自然醒 然後不要熬夜 就是十一二點就可以去睡了 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運動呢 其實也是一樣 有研究顯示 如果運動不足 那的確會影響這個升高 因為他們有去做太空艙 模擬太空艙的實驗 如果太空人在太空環境裡待久 因為他缺乏那個重量 去壓他的骨 骨隔 去造成壓力 結果他的骨隔的那個發育會不好 對鈣質的這個骨 骨頭密度 對鈣質吸收什麼都不好 所以就是 對骨頭的這個生長不利 所以四度的運動 我相信是對這個身高有幫助的 但是是不是代表我就是要一直做運動就會長高 一直打籃球就會長高 目前也沒有這種顯示 所以就是充足的睡眠 然後適當的運動 不要不足 這樣子就會長高了 那另外一個跟大家聊的就是那個被蚊子咬這件事情 那 根據研究的顯示 蚊子是捕捉這個二氧化碳 人類呼出來的二氧化碳 動物也會 他們對二氧化碳比較敏感 那蚊子到底會不會咬所謂肉比較酸的人 或血比較酸的人呢 其實蚊子會去被這個乳酸吸引 但是分泌乳酸的人不是真的所謂肉比較酸或血比較酸 通常是運動過後 隨著汗線跑出來的 那這個對蚊子來說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運動過後 你為了要排熱 所以你的微血管會浮得比較靠近表皮 所以對蚊子來說呢 就是你的微血管比較靠近上面的話 它比較容易頂到血管 因為它要吸血嘛 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人不是 你假如拍自己的手 用力拍一下會紅掉 或者是害羞緊張臉會紅掉 那個喝酒臉會紅掉 那個其實大部分都是因為你的血管擴張了 它擴張了之後離表皮比較近 所以看起來顏色就紅紅的 如果你的皮膚夠淺的話 那所以通常有道理 因為你運動過後 你的那個血管 尾血管會擴張 為了要排汗 排熱 所以這個時候 你同時也會分泌乳酸 所以蚊子它就捕捉這個乳酸的味道 如果有人身上乳酸很重 就代表搞不好它運動過後 代表它的血管可能比較靠近皮膚 它就去頂它 所以那個 其實跟這個血液酸鹼度 或肉的酸鹼度 其實是沒有關係 那喝了一些含有鹼性的飲料 到底能不能夠避免被蚊子叮呢 那根據我看到的文章的說法 是沒有這回事 不過它可能會讓你叮了之後比較不癢 因為會中和掉蚊子分泌的那個 會讓你癢的那個唾液 然後我們來看這幾題 很快的寫一下 48是多少 3乘16 所以是2的4次乘3 那個不好意思 如果你沒有算那麼快的話 我們節省時間 來 64的話呢 之前介紹過了 2的6次 72的話是89 2的3次乘3的2次 80的話是5乘16 2的4次乘5 108的話是36乘3 所以是2的2次乘3的3次 你如果我們前面 這堂課前面你所說的 你有吸收進去的話 這一題就沒有那麼難想 也是有點難 這題有點難 什麼呢 就是說最大功因素是 你有 我們兩個都有的 所以是我們兩個都要有這個底數 而且要取最小次 那 所以這個20我們來猜一下 它是2的平方乘5 可以嗎 9000我們也來猜一下 9000它是9乘1000 1000是8乘125 所以它是2的3次乘3的2次乘5的3次 可以嗎 2的3次乘3的2次乘5的3次 這個自己寫起來 好 那 所以我們來透過這個 先看最大功因素這邊 既然最大功因素是2平方乘5 所以這個D呢 這個D呢 它一定要比2大 對不對 如果D比2小 你這裡就抓不到2平方 如果D超過2 比如說3或4或5 因為這裡只有2嘛 所以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從這裡 先抓到第一件事情 就是 D一定要比2 大於等於 也可以等於 大於等於2 可以嗎 再來看 因為最大功因素是2平方乘5 那3呢 所以第二件事情 我們知道 其實B根本沒有3這個因素 要不然你就會有3 對不對 所以1是0 那5呢 5只有一次 可是 B這裡的5是3次的啊 那為什麼會只有一次 因為 11是1 所以這裡是0 這裡是1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最小功倍數這邊 最小功倍數這邊呢 它是2的3次 3平方 5的3次 所以呢 5的3次 這裡5的3次 3平方 這裡3平方 所以它要2的3次 所以其實D是 3 這樣就解開來了 懂嗎 所以這一題 它就是靠我們剛才這個 從植因素分解 抓 最大功因素 最小功倍數的這個想法 倒回來問你 我已經給你最大功因素 最小功倍數了 你可不可以去判斷 這個 DEC 這三個數字 到底是什麼 好 那這個就是這一題 好 我們來看上一次留下的題目 有兩個題目 很值得教 第一題 那麻煩大家把第一題 抄到你的本子上 好 好 不好意思抄一下 那我就一邊講 那這一題呢 它說 77加A 38加B 還有36加C 合起來要一樣 要一樣的話呢 你說它們會等於某一個數字 對不對 某一個數字 你想想看 如果這個數字是奇數 那A應該要是偶數 因為奇數加偶數是偶數 B應該要是奇數 C應該要是奇數 如果這個數字是偶數 就是他們合起來的這個數字是偶數 那A應該要是奇數 B是偶數 C是奇數 對不對 好 那來 如果你已經把它抄到你的本子上的話 請在你的本子上面 這題下面寫下這句話 我就不寫在我的本子上了 麻煩你們自己寫 請在這題下面寫下 第一件事情要你記起來 所以這個一定要抄 這一題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 奇數加奇數是偶數 奇數加偶數是奇數 這個不用抄 這個要知道 不用抄 第一件事情 是這個 只有一個直數是偶數 誰 2 只有一個直數是偶數 為偶數 那 從這點上你就可以判斷什麼 我不可能 因為他說ABC這樣都是直數 所以我不可能這兩個都是偶數 因為沒有 只有一個偶數 因為B不可能等於C 要不然他們加起來就不一樣 所以 B跟C呢 其實不可能是偶數 所以他們兩個應該是奇數 他們兩個是奇數 合起來是偶數 所以 這一個就是偶數囉 3 只有一個直數是偶數 誰 2 所以 在這一題呢 透過這個知識 他只要考你這個知識而已 只有一個偶數 這一個直數是偶數 就是2 所以其實A就是2 所以其實合起來是79 所以其實B是41 然後C是43 所以A是2 B是41 C是43 可以嗎 就是這一題 好 好 我們今天這堂課呢 就算到這裡啦 這個是我們JC的作業 來捲一捲 那 希望大家透過這個作業 作業的這 這一頁的這兩題 有一點難的 花力去想一想 想一下我們學過這個 前面學到 要怎麼樣去 面對這個 短處法 或公因素 公倍數 用什麼方式去想 我們說 最大公因素 就是我有的 你也有 是我們兩個都要有這個底數 的因素 而且要取最小次 如果是最小公倍數的話呢 是 我有或你有的 所以是 我們兩個 其中有一個有這個底數 如果都有就要取最大次 那 來練習一下 直因素分解 你直因素分解這邊 其實是要建立你 對這一些 數字乘來乘去 會長得怎麼樣子的 這個關聯性 關聯性越強 你拆解的越快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堂課